哈嘍,我是吴宇,觀眾朋友歡迎收看 NiceCore 好和弦 今天我要教你一個只要用純文字就可以打出漂亮的 無線譜的神秘軟體 這個影片是由好和弦 NiceCore.com 免費而且沒有廣告的提供給你 如果你覺得好和弦的課程有幫助到你 請你考慮購買好和弦的10個這樣條大包裝 以實際情中支持好和弦 如果你是在大陸地區 歡迎到大陸代理商上和弦網站購買大包裝門喔 想像一下以下的情況 你早上睜開眼睛 突然發現你躺在一個荒島上 然後你把手伸進你的褲子口袋 發現你最近新買的iPhone XS 居然變成了Nokia 3310 正當你想說 那乾脆來玩一下貪食蛇好了的這個時候 突然來了一封簡訊 簡訊上面說 你看了周遭 這裡除了這支Nokia手機之外什麼都沒有 你要如何在半小時之內達成大魔王的任務 回傳生日快樂歌的樂譜給他呢? 在這種時候 就只有Lily Pound 可以救你了 Lily Pound 或是中文叫做荷花池 是一個免費而且開放原始碼的工具 能夠讓你使用簡單的純文字語法 就打出漂亮的五線譜 Lily Pound 的1.0版其實早在1998年 也就是21年前就已經推出了 而且這20年來一直都有在更新 現在的版本已經是非常成熟 輸出品質非常好的打譜軟體 只可惜它太神秘了 長久以來網路上都沒有什麼人在討論它 所以只有少數的像是我這樣子的音樂宅男知道它 但是這麼好的軟體只有我知道不行啊 所以今天好和弦要簡短的介紹一下 Lily Pound 要組合安裝跟使用 讓你馬上可以做出你的第一份Lily Pound 的樂譜 然後提供你一些相關的工具跟學習資源 要取的Lily Pound 很簡單 你只要到Lily Pound L-I-L-Y-P-O-N-D.org 按右邊的連結下載最新的版本 不管你是用Mac、Linux、Windows、甚至是FreeBSD Lily Pound 全部都有支援 下載後的安裝就跟其他的軟體沒有什麼兩樣 安裝好之後你就會在你的應用程式清單裡面看到它了 打開Lily Pound 你會看到它打開了一個很像 Windows記事本之類的文字編輯器的東西 我想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是到這邊就搞不懂它應該要怎麼用 然後就放棄了吧 其實它的用法很簡單 首先你先把全部的字框起來然後刪掉 然後跟著我一起打以下的字 先打一個大括號 然後打小寫的cdefgabc 中間每個都要空一格 最後再用一個大括號結束 打完之後先存檔 然後按上方選單的compile裡面的typeset file 或是直接按快速鍵comment-r或是ctrl-r 登登!恭喜你 你已經成功的使用Lily Pound做出第一份無線譜了 Lily Pound 的基礎語法相當容易學習 第一步就是先打一組大括號 記得要是英文模式下的那種喔 然後把你全部要打的音就寫在大括號裡面 要打doremi 就只要輸入小寫的cdefgab就可以了 每個音之間都要用空白鍵分開 你看我們剛才打的cdefgabc的音域太低了 都跑到下加很多線的地方去 如果我們要把它改高一點 在Lily Pound 當中高八度的方式 就是在音後面加上單引號 低八度的話則是要加上逗號 但如果是要高兩個八度或低兩個八度以上的話 你就加入好幾個單引號跟逗號就好 那我們把剛才的這些音 每個音後面都加一個單引號 最後一個音則是加上兩個單引號 先存檔 再按一次comment-r來產生樂譜 就可以變成這樣子 你可能會覺得這樣不是每個音後面都要加很多單引號很麻煩 沒錯這樣真的很麻煩 所以Lily Pound 有提供一個相對模式 相對模式的意思就是 你只要輸入音名就好 每一個音都會自動打在最靠近前面那個音的那個八度 那除非你要特別往上或是往下跳到別的八度 不然都不需要用單引號和逗號這些東西 要進入相對模式 你只要在大括號的上面一行輸入 左上到右下的斜線然後寫relative就可以了 至於說下面的音 我就只要保留第一個逗的單引號 表示我的第一個音是從中央逗開始 後面的音就直接輸入音名就可以了 它就會自動打在離前面一個音最靠近的位置 要切換音符長度的話 你就只要在音名後面輸入數字2、4、8或是16之類的就可以了 如果連續的音都是同一種音符 就只要在第一個音的地方輸入數字就可以了 像是我現在這樣子打的話 就會出現四個八分音符 然後後面接兩個四分音符 休止符的話是用小寫R代表 後面一樣可以打數字表示長度 例如說小寫R4就是指四分休止符 同樣的如果連續的休止符是一樣的長度的話 你就不需要每一個都重複輸入數字 那像是這樣子打的話 就可以出現四個四分休止符 升降記號的話 Lily Pound 有點奇怪 它的預設語言是荷蘭語 所以如果你要用我們比較熟悉的英文的講法的話 你要先在檔案開頭把語系設定成英文 只要輸入反斜線加Language 空一格再輸入雙引號刮起來的English就可以了 英文的升記號叫做Sharp 降記號叫做Flat 在Lily Pound裡面的簡寫就是小寫S跟F 要升降一個音 就只要在音名後面直接加上S或是F就可以了 所以例如說我打C,CS,D,DF 就表示Do,升Do,Re,降Re 大概只需要知道這些 就足夠你打出一些簡單的單行樂譜了 當然Lily Pound 是一個功能非常強大的打譜軟體 它還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如果你還想學習更多 我非常推薦這個叫做Sounds from Sound的YouTube頻道 它有一整個播放清單 將近30部影片的Lily Pound詳細課程 看完全部你就可以變成Lily Pound大師了 我會把播放清單的連結放在下面 那現在我們就來用Lily Pound的語法 來寫一開始大魔王要我們寫的生日快樂歌吧 結果整份譜只有短短的134個字元而已 剛好可以放進一封傳統的手機簡訊裡 如果你是要認真的使用Lily Pound做比較複雜的樂譜 使用它內建的文字編輯器不是很方便 那麼你可以下載這個叫做Fresco Body的軟體 它是免費而且開放原始碼的Lily Pound專用編輯器 它有自動完成色彩標示等等方便的功能 還可以讓你一邊輸入語法一邊即時預覽樂譜 非常好用 那如果你不想安裝任何城市 Lily Pound也有線上工具 你只要Google一下Lily Pound Online Editor 之類的關鍵字就可以找到很多了 介面比較漂亮的有像是這個hacklily.org 你看我們直接把剛才寫的生日快樂歌複製貼上 它就馬上在右邊產生出無線譜了 那如果想要下載別人用Lily Pound打的譜的話 你可以到MootopiaProject.org去看看 裡面有上千份的古典音樂樂譜 全部都有Lily Pound 的原始碼可以下載 那你看到這邊可能會想要問 好和弦以前不是也有介紹過其他的打譜軟體 像是Muse Core也是免費而且開放原始碼的 那為什麼有像是Muse Core 這樣子漂亮圖形介面的軟體 還會有人想要用存文字的Lily Pound 來打譜呢? 我可以給你幾個用Lily Pound 的理由 第一個是它沒有作業系統跟裝置的限制 基本上只要是任何可以打出字的東西 就可以使用Lily Pound 那因為Lily Pound 的原始檔案是存文字 所以它的檔案非常容易備份非常容易傳輸 你用手機簡訊或甚至是摩斯電碼都可以傳 而且Lily Pound 的原始碼是人類就可以直接閱讀跟編輯的 沒有其他的打譜軟體可以做到這一點 最後一點就是使用Lily Pound 可以讓你像是一個很聰明的駭客 而且它也可以配合寫程式來產生人工打不出來的譜 我示範一個例子給你看 例如說我想要把圓周率的前一萬個數字 對應成音符並且做成無線譜 我要是用人工打的話可能要打好幾個小時或是好幾天吧 但是我只要花個幾分鐘寫一個簡短的JavaScript程式 再把輸出的文字貼到Lily Pound 裡面 一萬個音的月譜還加上下面的數字標記 瞬間就可以產生出來了 我也會把這個一萬位數圓周率的PDF 月譜連結放在下面 以上就是今天的神秘的打譜軟體 Lily Pound 的簡介課程 待會就趕快去官方網站下載來玩玩看吧 這個影片是由好和弦軟體紀念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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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提供給你 以下只要用九塊錢美金上的任何價格 就可以把好和弦的全部十個大包裝次帶回家囉 裡面除了有比YouTube或者還好很多原始影片檔 還有可以存在手機裡面一邊追垃圾車一邊聽的MP3版 總共有200集將近27小時檔案大小37GB的內容 另外還附贈好和弦的背景音樂檔 獨家的8bit Remix 版本 所有好和弦大包裝的圖片 以及從來沒有公開過的作品分軌檔 超划算的啊對不對 想要你實際其中支持好和弦的粉絲們 趕快一起來買好和弦200集紀念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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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包裝吧 最後歡迎你到nicecore.com 學習更多關於作曲編曲還有電腦音樂的技巧 我是WiiWii 觀眾朋友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